老早就听人说,晚香玉的花香和浓郁,夏季失胜花期,所以入了一球痒痒看,2月8号埋的球,直到4月底才发芽,和其他球根一比,慢死了,等得心急,怀疑球根是不是发烂,3月份还扒过一次盆,幸好只是有点扁,没其他问题。 长势比较慢,4月到5月,选的位置还是超难的,阳光和雨露啥都不缺,都说到夏天才开花,花剑很长一枝,想想应该是时间没到,所以长得不快,那时我就是这么理所当然认为的。 结果,6、7月,个头倒是达标了,花剑连个影子都没瞧见,我还想着它可能晚熟,8月份应该能开花,没料到花剑没有。 小苗倒是,嫌冒出来,再查资料,才说要1到2年才会开花,当初那个球根我还以为是开花球,哪里知道今年根本看不到花,但转念一想,有小苗也不错,两上一,两年,说不定也能开花。 毕竟,除了不开花外,它好像也没啥大缺点,一个夏天,就在一家轮盆里,朝南且全光照,耐热又耐晒,能坚持三天不浇水加烈日暴晒,现在只能等明年的花见,希望能对板,开出粉花,不然又会被老妈念叨白花太多。 ,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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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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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ナス